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打了三個星期 似乎進度是非常之緩慢 進軍是一個膠著的狀態 雖然 烏克蘭大部分城市都有 俄羅斯的飛彈轟炸 有些是真的產為平地 整個城市都沒有了 造成一個重大的傷亡 但是仍然是 頑強抵抗 早前他呼籲有志者 包括來自世界各地 都可以參加進入烏克蘭 打保衛烏克蘭的戰爭 這個志願兵團 已經有數以萬計的外國戰士進入了 也有些是相當有名的 剛剛網上流傳 一個中國人 一個講普通話的男子 穿著迷彩服 手持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國民身份證和一份中英對照的聲明 相信他是一個中國人 那個聲明 打印出來 表示他自己想加入烏克蘭的國際防衛軍團 他加入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國同胞可以覺醒 但是 沒有辦法去證實這個片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想加入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中國人 看到網上的圖片 他就有一份聲明 然後左手就拿著一本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右手就拿著 國民的身份證 那個聲明他讀出來的 這個片裏面有 聲音經過處理 容貿亦都打了格子 本人自願加入烏克蘭國際防衛軍團 參與抵抗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作戰行為 以捍衛正義與自由 然後 他說以普京為首的俄羅斯獨裁政府已經無恥 已經將無恥和邪惡表現到極致 大量無辜的烏克蘭平民正遭受大規模的屠殺 本人也在這次俄羅斯侵略的屠殺中受了傷 他就說 我本來是可以離開烏克蘭的 但俄羅斯的獨裁政府無恥邪惡的行為 讓我感到極度震驚 並且對他們的邪惡行為無法在中國得到真實的報導 經過再三思考 我決定加烏克蘭國際防衛軍團 為正義與自由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然後 他已經有死的打算 希望可以有生之年做一些重要的事 這個男子就說 希望中國同胞可以覺醒 明辨是非 看清善惡 不要作為一個無恥邪惡的獨裁 俄羅斯政府侵略他人的行為 叫好 這一段就被大陸的笑粉紅 聽到 然後最後是這麼說的 俄羅斯侵略確張的行為已經持續了幾百年 中國都是受害者 只是在近代 俄羅斯就掠掉了中國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殺害了幾十萬的中國同胞 難道我們不能夠讓你看清楚俄羅斯的真面目嗎 希望正義 善良的中國同胞盡自己一分力 幫助這個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國家 無論你是捐助參戰或者傳播真相 被更多人覺醒 都是一個真正的勇士 不要讓邪惡壓倒的正義 希望可以遇到中國同胞 一氣作戰 剛才說過了 沒有辦法辨別 這是否真是一個中國同胞 他進去打仗是怎樣打 參與是怎樣 現在有幾萬個已經進去了 發揮什麼作用呢 我們有待 戰爭前線的 一些記者跟我們講 但是中國的態度仍然是繼續惹來 西方國家一個很大的疑話 西方包括 歐洲英國和美國 先後都 通過不同的場合 去試探 或者去問詢 或者去警告中國的 親俄的立場 很有機會 如果他們的態度繼續是這樣 而且被美國捉到 在經濟和軍事上援助 俄羅斯的話 可能中國都會受到牽連 受到制裁 現在引起中國 中共裏面的元老派的不滿 其中一個原因是 習大大太過親俄了 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同一架戰車上 把中國和俄羅斯綁在同一架戰車上 這是不是非常不智的做法呢 所以在中國也是 用很多不同的 渠道 不同的方法去澄清自己的立場 但問題就是 你看到外交部 即使是同一個外交部 王毅當外長的外交部 就似乎在這個戰爭裏面 那個態度 都很不一致的 立場都很不一致 譬如 王毅 王毅這樣說 他說 中國 不想 中國是不想 拒絕受到西方對俄羅斯制裁的影響 他說不是 烏克蘭危機的一方 這個就是王毅的說法 不關我的事 那裏和我無關 然後中國駐美大使秦剛 就寫信去華盛頓郵報 這個中共換俄 是假消息 撇清這個關係 然後外交部發言赵立堅 完全站在俄羅斯那邊 就說 美方逃避自己 烏克蘭生物化學行為的責任 因為早前俄羅斯的宣傳機器就說 在烏克蘭找到一些 生化武器的實驗室 這個就是由美國支持 以及由美國控制 說烏克蘭打算用生化武器對付俄羅斯 西方世界就說這個就是 俄羅斯想用生化武器對付烏克蘭的宣傳手法 中國就是幫俄羅斯做這個宣傳 在國內的媒體裏面 大肆 去報導這件事 而 趙立堅 亦都是在這個新聞發佈會裏面 全面肯定 俄羅斯的這個說法 在 台灣的中央社就發佈一個 前幾天 是一段這樣的消息 就說在 趙立堅的新聞發佈會裏面 外交部發言人 就說了一番這樣的說話 就被 這個BBC的 記者就博到體無懸呼 因為趙立堅就說過 說了兩次 就說根據中國外交部的官網 他就回答新華社記者的提文就說 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發言的文件 圖片實物等證據 美國駐烏克蘭的使館在網站上 刪除了所有的相關文件 是想要隱藏什麼呢 英國說的公司 BBC就問一下趙立堅 你剛才說到美方在這個網站上面 刪除了生物實驗室的相關文件 我看了 文件好像還在 外交部是不是看過美國駐荷蘭市官的網站 因為文件仍然是存在 趙立堅就說 你說這些文件沒有被刪除 BBC的記者就說 我看到是 網站上的文件還在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可以把網站的連結給你 文件 似乎都在 趙立堅 就這樣說 我看到的資訊跟你不同 BBC的記者就追問了 你說你掌握的資訊不同是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呢 趙立堅就說 根據我掌握的訊息 關於這些生物實驗室的有關文件 已經被美國駐烏克蘭使館刪除了 BBC的記者繼續說 你是否願意再去看看 美國駐烏克蘭小官的網站 看看這些文件是否仍然在 面對這番追問 趙立堅就說 我剛才已經表明了中方的立場 趙立堅其實在 8號的時候 完全是和應到俄羅斯宣傳機器的說法 他說美國在烏克蘭的26個生物實驗室 傳載了大量的危險病毒 俄羅斯還在 在軍事行動裏面發現了美國利用這些實驗室開展了生物軍事計劃 趙立堅還說美國國防部對於烏克蘭這些生物實驗室 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烏克蘭境內所有危險病毒都必須儲存在這些實驗室裏面 所有的研究活動都有美方主導 這是俄羅斯宣傳 引起全球輿論的質疑包括白宮 國務院 情報官員 雷學國代表先後博弃這個說法 說這是荒謬一派胡言的說法 白宮發言人就說 俄羅斯提出這些虛假的聲明 而中國似乎也是支持這個宣傳 俄羅斯提出中國宣傳俄羅斯的虛假消息引起西方官員的關注 研究中俄虛假資訊的分析人士表示 第一次看到北京和莫斯科之間 有如此大規模 大家互相認同同意的一個陰謀論 前兩天 BBC的記者和趙立堅 在記者會裡面唇槍舌劍 你來我往的這個過程 大家知道趙立堅是戰狼外交的 很重要的發言人 他只是發言人 如果不是中國 行這一套的話 我相信他都不是用這個方法 還有在今天 就有一個發佈 趙立堅 我覺得都幾 幾精彩也都可以和大家分析 分享一下 這個禮人發佈會 中方對烏克蘭人道局勢不斷惡化深表擔憂 於是他就說 當務之急是各方盡快止戰 保持最大的克制 保障平民安全和基本人道的要求 防止發生更大規模的人道危機 中方高度重視烏克蘭人道局勢 提出了六點 窗議 他就說中國紅十字會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三批人道的援助 其中 第三批的物資重點幫助烏克蘭紅十字會 救助受衝突影響流離失所的兒童 你看完這一段話沒什麼 中國是 花了幾百萬 可能高於這個數 去所謂援助烏克蘭 人道救援烏克蘭 但是他說這段話的同時亦都說了一番話 我自己覺得 值得拿出來說 就是這樣說 他說 人的生命是寶貴的 不管什麼情況下造成平民傷亡是令人痛心和惋惜 中方一直呼籲盡力避免 平民傷亡 於是他又拿回1999年 南斯拉夫進行78天 持續轟炸 說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授權 造成 以千計的無辜平民死亡 然後 說他過去除了1999年之外 也在敘利亞、伊拉、阿富汗、索馬里 發動數萬字的空襲 造成無辜平民死亡 用這樣來講 他說美國在關心烏蘭人民的同時 是不是應該首先對上述這些軍事行動 平民傷亡 表示一下關切 完全都是立場先行 趙立堅 你以前都是這樣 你都是這樣殘忍 炸死了很多平民 他完全不是說 當時這幾場戰爭 包括 前南斯拉夫的戰爭 人道的災難 是誰造成的 有種族滅絕的情況出現 包括在敘利亞、伊拉克 包括阿富汗等等 很多違反人權的情況出現 美國有這個軍事行動 這些軍事行動 目標是 不只是軍事設施 造成這個 無辜的平民傷亡 當然 應該譴責 應該譴責 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我是反戰的 不是站在誰的那邊 但是 大家知道當時 為什麼會炸藍斯拉夫呢 他有背後的原因 如果你不說背後的原因 就這樣說 這種做法會造成 無辜的平民傷亡 其實 就是 無視歷史的事實 今天 接納堅的說法是甚麼呢 他說 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一直是秉持 公正的立場 衝突發生以來 中方一定以實際行動 勸子和 紙和和速談 中方的公正立場 和建設性的努力有目共睹 好的 然後 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港大發展中國家的理解和支持 中方向烏克蘭方面提供的是食品 兒童奶粉 碎袋 麵皮 防潮戰等急需的人道物資 而美方給的 就是致命性的武器 3月16日美方宣布向烏克蘭提供 額外8億美元的武器援助 這個星期 美國對烏克蘭的武器援助總額是10億美元 然後他給了什麼呢 裝備包括800套防空系統 900套便攜式 高精度反裝甲系統 7000件機槍 榴彈發射器等小型武器 2000萬發 炮彈和子彈 美方最新的援助武器 帶去穩定 與安全 還是會造成更多平民傷亡 對於烏克蘭的平民來說 他們需要的是食品和碎袋 還是機槍 和炮彈 稍具理性和常識的人 都不難作出 正確的判斷 這是新華社的報導 中國官媒報導 大家聽明白嗎 一方面戰狼外交的發言人 指責美國 雙重標準 你以前夠炸死平民 你有什麼資格 譴責俄羅斯炸死平民 即是你自己做過的事就無權壞 這一向都是 中國喊交部 的邏輯 你打老婆 你有打老婆問我有沒有打老婆 你有打老婆沒有資格問我有沒有打老婆 大家看過網上的笑話 有文字有影像 好笑的 申請做外交部發言人 應該怎樣申請 OK 這個侯懷有機會再分享 現在問題就是 他說 俄羅斯 現在侵略 波克蘭 當然中國不承認這是侵略 他說中國提供給波克蘭的人道援助 包括睡袋 食物 兒童奶粉 棉皮 防潮戰 而美國提供的就是那些致命武器 那些致命武器 可能會造成 更多的平民傷亡 美方最新的援助武器帶去穩定與安全環視會造成更多的平民傷亡 窩蘭的人最需要的是食品和睡袋 還是機槍和炮彈 我聽完之後 這個是大內宣 大外宣 給鬼子佬看給我個人看 中國人會不會同意這個說法 我們援助烏克蘭 你們是給他武器 我就想問 如果 好像澤連斯基在美國國會 眾議院播的影片 烏克蘭本來是一個 很平靜的國家 大家是面露笑容的 今天是被你炸到熊熊爛爛 如果沒有人炸到熊熊爛爛 他需要你的睡袋 麵皮和防潮戰食品和兒童奶粉 誰炸到熊熊爛爛的 你的親密盟友普京 你的同志家兄弟俄羅斯 如果他不是這樣做 那個始作勇者是誰 就是你的老友 清兄道弟那個 究竟是清兄道弟 一個契哥的契弟 你不做這件事 那怎會炸到人家 熊爛爛爛 怎需要你的 奶粉食品和舊商用品 我想知道 現在美國 給他武器 去抵抗侵略 抵抗侵略會造成更多的平民傷亡 意思是什麼 你不抵抗乖乖就犯 這個是強姦理論 是的 你乖乖地躺下享受 你就不會受傷 也不會死亡 只是這樣的意思 你不抵抗就沒事 他惡 台灣也有流傳 國民黨的人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給我們什麼教訓 小國不要挑釁大國 台灣千萬不要挑釁大陸 你一挑釁大陸就好像 烏克蘭這樣的下場 烏克蘭越加進北日 就挑釁俄羅斯 挑起他的神經 越過他的紅線 他就打你 現在說什麼呢 他不是說道理 不是說公義 不是說國際法 當然 實際上 國際關係就是 森林定律 國際法 國際法 國際法律就是 森林法律 可能客觀上 真的是 但是這個世界都要講 公義的 誰對誰不對 你永遠 站在侵略者的角度 你不反抗就沒事 你乖乖聽話就沒事 你這樣就沒事 這就是中國外交部的邏輯 是 提供武器給他 反抗 是不對的 去 捍衛自己的領土是不對的 去保衛自己人民的安全是不對的 如果這個邏輯可以形容在烏克蘭 我就想問 難怪俄羅斯 當年的沙俄 略奪了中國那麼多的領土 你現在也不敢 承認到那個邊界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反抗的話可能會更加慘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我覺得趙立堅的邏輯 不是 不是 戰狼 外交的邏輯 這個是強盜邏輯 中國經常指責人家強盜邏輯 我覺得這是很典型的強盜邏輯 就是 惡 不管 做些事 是不是侵略 是不是違反人權 是不是違反人道也好 你是 一直都是不譴責的 而我給人道的救援物資給你 你看我我對你多好 但是你後面那個人打到人家殘殺你才給他 這叫什麼 這叫貓哭老鼠 你說趙立堅 講完這番說話 在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會是怎樣 你自己做判斷 繼續支持我的PATCH 支持我的心吃口發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好